這個合室空間到底有多大呢 我來形容一下 它應該可以擺 兩張半到三張的標準雙人床 都還有 包含走道的空間都匆匆有餘了 好 我們聊一下好了 這個合室大概多大 這個合室差不多四瓶左右 四瓶左右 不是妳知道嗎 這四瓶的每一瓶 都可以當五瓶在用 沒錯 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收納量好了 好 那我們就先從 我們腳下的這個地方 其實在這個合室的潛園的部分 我們有做了一個 四個大抽屜的一個收納空間 整個拉出來給大家看 對 大概這麼深 然後我們人在旁邊 你才可以看到這個比例 這四個大抽屜 就可以擺鍋枣的東西了 對啊 而且因為抽屜 其實有時候比較方便 你可以隨手拉開 你就可以放東西 一瓶怎麼把它當成五瓶用呢 這樣沉下來這邊應該 四瓶當成二十瓶在用 差不多 好 我們上去看好了 一旦合室下方的收納 妳應該也是非常驚人的設計 OK 來 所以這下面有幾公格 其實這原本就是總共是有九格 那其中一個我們是拿來做桌子 所以其實下面還有八格的 一個上限式的收納 除了這個九公格的收納之外 還有哪裡有收納呢 就是我們身後的這個上限櫃 這是上限的 對 它是一個上限的收納櫃 那我們是做了一個一字形 那它的深度呢 因為我們合室已經架高四十了 所以這個深度就有 差不多八十公分左右 各位 以為自己有到這裡對不對 其實你看我戴下來 這行李箱什麼直接擺下去就好了 對 就很方便 妳還是不相信這樣有多大對不對 我坐下來 腳會把我蓋起來 大家就會知道這裡有多大了 你看 它可以完完整整的整個收納起來 給長人進去了 重點是 我坐進去之後 其實還可以再留拿一個小朋友 再跟我一起塞進來的空間 沒有錯 三個都這麼大 對 三個都是一樣的 哇塞 好 還有哪裡有 還有就是我右手邊的這個衣櫃 衣櫃 對 其實這個衣櫃我們就是 其實它都是屬於一個基礎的一個 就是功能的形態 那其實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合室的架高的四十 那其實我們下面就是 衣櫃下方的這四十公分 我們還是有 繼續的使用 好 那這個把它關起來的時候 它還有別的功能呢 對 其實它這個門片呢 我們還有考慮到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空間 它可能是一個小朋友的遊戲室 它可能是一個客房 所以我們也有考慮到說 當就是小朋友很多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的烤漆板 可以在這裡畫畫 對 就可以畫畫 那其實它也很大一面 因為兩片 就是一個門片的一個大小來講 它至少都有到一百八的一個長度 妳知道嗎 這樣小朋友就不會去畫妳的櫃子 對 不會畫妳的木地板 不會畫地址了 對…因為它夠大 所以他們可以在這裡發揮 他們的想像力 OK 好 那其實這個收納不是只有衣� 妳現在看到門框的高度 它到底的部分 這邊也都還是收納對不對 對 就是上方的話 我們還是盡量就是把收納做到頂 這樣它就可以達到更大的一個收納量 再來的話就是我的右手邊這邊 其實我們這裡是做了一個大面的書櫃 一整片的對不對 對 一整片的 對 那我們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櫃子它比較不同的是 它其實是一個系統櫃 我們去做的 那因為一般系統櫃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如果說今天全部都是Open的話 可能感覺有點制式 就是一個方格 一個方格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做了一點門片 去做跳 就是去跳色塊的那種感覺 其實空櫃的部分後面 我們一樣都有用特殊漆 去做一個就是一個層次的變化 OK 所以漆面這個部分 它的櫃底的地方 上一個有顏色的漆 就覺得這個櫃子質感變好了 對 竟然妳看到 我們剛剛介紹一些收納櫃 可是妳可能沒有特別的注意到 就是其實它這邊的櫃子 全部都是用系統櫃 跟木工去做結合的 OK 所以和式的本身是 和式本身它其實是我們用木工去做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上鮮櫃 衣櫃跟我們的書櫃 其實全部都是用系統櫃 OK 所以木工跟系統櫃結合的巧妙 其它質感看起來是一樣的 對 其實你只要再選擇適當的顏色 跟妳的空間去做搭配 最重要的是 可能在整個預算上面 可以節省掉不少的金費 對 因為其實 妳就可以省掉很多油氣的費用了 OK